Hello 大家好 在之前的视频中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在华为的鸿蒙3.0的最新版系统上面去安装谷歌框架和谷歌英文商店 安装的过程呢 现在已经是不需要电脑了 所有的操作呢 都是在手机上面完成的 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谷歌框架 则可以参看我之前的视频 如何安装谷歌框架的视频链接呢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在安装好谷歌框架后 像YouTube啊 谷歌地图 Gmail 谷歌云盘 谷歌相册等应用 都能完美的使用 但是呢 我受到一些朋友的反馈说 唯独谷歌的Chrome浏览器不能登录谷歌账号来同步书签和网页的浏览记录 这对于谷歌Chrome浏览器的忠实用户来说呢 这的确是一个困扰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已经安装谷歌框架的鸿蒙3.0系统上去安装谷歌Chrome浏览器 并登录谷歌账号来同步书签和网页的浏览记录 OK 那到我的华为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 欢迎来到华为手机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华这个华为手机上面已经安装了谷歌的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 如果说你之前还没有安装谷歌框架谷歌应用商店的话 那你可以参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会把我之前的那个安装谷歌框架谷歌应用商店的那个视频教程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那个描述栏里面 你可以点击描述栏里面的那个视频链接去观看这个怎么样安装 那个谷歌框架在那个华为的手机上面 OK 大家看到我现在已经是安装了这些都是谷歌的一些应用 我们先点开啊 这个设置在设置里面看一下 点击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安装好谷歌框架以后 在设置里面就会有这个谷歌的这个框架的这个账号 我们点进去点击这个谷歌点进去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边是我的谷歌账号 已经登录在这个这个华为手机上面了 然后这个是谷歌账号的一些信息 看到然后我们这边返回 有谷歌框架可以看到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点击系统和更新 下面的系统和更新点它一下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软件更新点它一下软件更新 这个时候的话它会检查 是不是你的这个鸿蒙系统是不是最新版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边鸿蒙 HarmonyOS系统是最新版的3.0 是最新版的一个系统 3.0鸿蒙系统的一个3.0的一个系统 OK那我们返回 然后返回到桌面 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到桌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之前安装的这些谷歌的那些应用 你看到这个是谷歌play 用商店也可以完美的使用 也没有报警 当然如果说你这边有报警的话 你也可以参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也会把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里面 去怎么样去清除这个报警 就叮叮当当的 就是你的那个未获得 未获得谷歌protect 那个认证的一个报警 OK可以清除掉的 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是YouTube YouTube也可以正常的使用 没有任何的一个报警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地图 地图的话也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 地图谷歌地图 也能登录你的那个账号 同步你的那些兴趣点啊 都可以正常完美使用 然后这个谷歌的那个云端硬盘 谷歌的那个云 云端的一个硬盘也可以登录你的账号 可以同步你的云端硬盘 然后这个是谷歌谷歌的那个 Gmail Gmail的话也可以正常使用 登录你的账号 可以收发邮件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谷歌的相册 也可以正常的使用 同步你的那个相册 同步到那个谷歌云端的那个相册 然后这个谷歌chrome 就是今天我们视频 要介绍的一个重点 谷歌chrome的话 很多那个朋友 他安装好谷歌chrome的话 他没有办法登录 那个谷歌chrome 谷歌账号 不能同步他的书签啊 不能同步他的一个浏览记录啊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chrome 这边的话 我已经是已经登录了 我的谷歌账号 可以同步我的那个谷歌书签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 这边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的账号 看到已经账号 已经登录在谷歌chrome上面了 并且已经启用了一个同步 这边就可以正常的一个同步了 同步你的那个 谷歌的那个浏览历史记录 和谷歌的那个书签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他一下三个点 看到这边的一个书签 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书签的话 有174个书签和12个书签 这个是手机的书签 这个是那个电脑端的一个书签 可以书签也可以正常的一个同步 非常的完美 这个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 那怎么样去 让他能登录你的谷歌 正好能同步呢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一个操作啊 首先我把先把这个chrome 把它卸载掉 点击这边 然后点击右上这边的一个卸载 点他一下 点一下卸载 点这边的一个卸载 OK 现在我把这个谷歌chrome 已经卸载掉了 我重新再安装一下 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同步 同步你的那个数签啊 立流浪的历史记录啊等等 怎么样去打开这个chrome的书签记录呢 我们先打开这边的一个play商店 就是在play商店里面 我们先要搜索一下chrome 我们这边搜索一下chrome 好 点击一下chrome 搜索到chrome 然后呢 可以看到 因为刚才我已经卸载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点击这边的chrome安装 点他一下 这边安装 这边继续你这边网速的快慢 耐心的等待 等待他安装下载完下载安装完毕 ok ok下载完毕 然后正在安装 安装googlechrome 好 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看一下 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googlechrome已经安装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打开google 我们先不要打开googlechrome 我们先打开这边的一个设置 在设置里面 我们先要在设置里面 先打开他一下 然后呢 在设置里面呢 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应用和服务 进入这个应用和服务 然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 然后我们这边搜索一下 在应用管理里面搜索一下 chro 好了 chrome已经搜索出来了 那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存储啊 这边存储 点进去存储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有东西呢 清除一下缓存 我们点击这边管理空间 然后呢 清除所有数据 我们先点点这边清除一下 所有数据 清除所有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清除所有数据 然后呢我们再点一下这边的一个轻空缓存 点它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会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返回 点一下返回 返回好了以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权限 你看到这边的权限的话 它默认全部都是被禁止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不建议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 所有的权全部打开 但如果说你仅仅是想要同步你的书签 同步一下你的浏览的那个历史记录 网页的浏览历史记录的话 那只要打开两个权限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打开的权限是通讯录 让这个通讯录这个权限 让它允许 对通讯录需要需要允许的 然后另外一个权限呢 就是媒体和文件 这边一个媒体和文件点击一下 媒体和文件点击去 紧媒体 好 同意 OK 实际上这两个权限 给它这两个权限打开了以后呢 Google Chrome的话 就可以去同步 并且登录你的Google账号了 至于其他的一些权限 什么位置信息 附近设备 相机 麦克风 应用内安装 其他应用 创建桌面 快捷方式 这些的话呢 基于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你可以打开 也可以不打开 如果说你想要 用相信的功能的话 那我建议你 把这些权限都 都全部都打开 如果说你仅仅是想要 想要同步你的 那个浏览的历史记录啊 浏览的那个 你那个那个书签啊 你之前 之前收藏的一些书签啊 那你只要打开 这两个权限 就可以实现 那个登录Google账号 并且同步 Google的那个 同步你的那些书签啊 你的那个浏览的历史记录啊 那这两个权限就够了 OK 这些权限的话 你可以基于你个人的喜好 去打开或者关闭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桌面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这边的一个Chrome 打开这边的Chrome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有条款 我们这边点 给你接受并允许 给你接受并允许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的账号已经在上面了 就是这个账号 就是刚才我登录的 那个谷歌框架的 那个账号 已经在这边了 然后你 他问你是否要打开 这个同步 就是同步你的书签啊 还有那个浏览的 那个记录啊 个性化的一些设置啊 就是利用个性化的设置 同步你的浏览记录 OK 我们点击这边 立即开启 点击这边的一个立即开启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啊 同步你的书签 和那个同步你的 那个浏览的历史记录了 我们只要稍等片刻 就可以看一下 他有没有同步成功 我们先稍等片刻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 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 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呢 看一下这边的竖签 这边的竖签 好了 这边的竖签的话 我之前那些竖签 174个那个手机的一个竖签 和两十二个 那个电脑版的 那个我电脑 那个Chrome Chrome浏览器 电脑版的竖签 这个是Chrome浏览器 那个手机版的竖签 就可以直接同步过来了 非常的快 OK 这样的话 之前困扰大家的那个问题 就是Chrome 他不能去同步这个竖签 和不能同步你的浏览记录 你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配置 这个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 Chrome浏览器 也就完美的解决了 就讲他谷歌的全 全家桶 就可以完美的 在我们的 华为手机 鸿蒙3.0的系统上面 去完美的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Chrome浏览器 以及其他的一些 谷歌的一些应用了 非常的完美 OK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